赵曼 你终于下来了 快 看谁来了 靳雨昊 曼 你怎么样 好像又瘦了 还好啦 为了下一部戏要再瘦五斤 我看到新闻了 你要出演 宋大山的新片了 候选而已了 不会吧 我记得他在我们学校 拍短片的时候 特别看好你 你竟然还记得 那个就是宋大川啊 对了 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 我喝多了 还说起了导演 那时候你在吗 我回韩国以后 就没有再参加过 你们的聚会 而且 我也没见你喝多过 我也知道不会是你 你去哪儿去 难道 真的会是他吗 没准备 λλ 你怎么这么早回房间啊 老板临时让我发个工作邮件 回来加个半 那你辛苦了 你在忙什么工作呢 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工作了 我一直都很关心啊 女朋友嘛 关心你是应该的 你喝酒了 没有啊 我早见了 那怎么感觉你跟变了人似的 没有吧 你的错觉 你还没告诉我 你忙什么工作呢 你自己过来看啊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又不是什么机密文件 想看带风 随便跳 好了 我也看不懂 你忙吧 哎哎哎哎哎 还说你不是像变了的人 以前我和老板的聊天记录 你都要翻个底朝天 说吧 你把我女朋友藏那儿去了 那 现在学会尊重你不好吗 好好好 现在的漫儿啊是最好的 以前的招办要来换 我也不换 那个之前的事情 是我处理得不好 所以 你们开新闻了吗 没啊 怎么了 那你现在快看一下 是什么 当红音乐员凯西于今日上午 在公寓自杀未遂 现已在施医院抢救 据传言凯西自杀 是因为前日爆出的负面 以前那天还好好的 不明 为什么突然自杀了 不 不可能 我 我 会 很 快 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